早上好老婆们 好久不见糯米饭 小料满上 我就喜欢这种汤汁特别多的 另外点了一块鱼饼 盖在上 糯米饭一样吃快点 不然很快的汤就没了 鱼饼好大一块Q弹鲜美 爆锤小米饭 锤过之后果然更香了 这个干饭速度就是和肉汤赛跑 中午吃的太清淡 下午逼饭如雨 不会有人能拒绝梦龙吧 我点的这个水果也到了 公主开始享用她的下午茶了 现在尝尝这个 我最期待的梦龙的新口味 叫白巧热情果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吃白巧克力的 听听这白巧脆层的美妙声音 这个芒果味超级浓的 而且很真实 我一口想下去 就感觉此刻我已经在热带的海边 啃芒果了 本人身在杭州心灵已飞泰兰德 吃到后面 那个白香果的味道也会跑出来 现在整个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又很清爽 这个白巧好丝滑好丝滑 在嘴辣里面放个两秒钟 全部化开了 浓郁果香把我提前带到夏日海陶 本人已在度假 勿扰 大家尝尝这个浓郁黑巧风味的 上面写的是65%的黑巧 尝一下 真的有春苦味 微微有苦 但是又不甜腻 我喜欢弄弄 就是喜欢它这个巧克力脆层 全部都很细腻 脆厚 黑巧脆层和丝滑冰淇淋 完美融合 这种味道真的很高级 很适合你们喜欢大人口味的 微苦硬震下 又能品出丝丝甜蜜 口红已经全部吃掉了 没关系 不每夹一切都很好吃 烤点小果盘子爽爽口 嗯 番茄就是很经典的味道 但是我上次发现 草莓的也特别好吃 果肉是绵腻的 跟这个乌莓的口感有点像 还有这个凤梨夹乌莓 乌莓真的很会 好水甜 晚上吃八百年未吃的寿司 我现在尝一下你煎的这个牛排 好吃 不得不承认男朋友比我会煎牛排 手撕我最喜欢吃鹅干虾蟹和鰻鱼 这家不好吃 凑合凑合得了 太炸了 还是牛排好吃一盘都被我消灭 又开始惦记冰箱里的冰淇淋 想吃东西的时候脱炎症 会突然康复 只是吃个迷你的不过分吧 你真的不吃吗 那我可要吃 这太小一个了吧 解馋行动正式开启 嗯 爱着梦龙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梦门 散灰 哇 更好 看我了 relaxing